让我们一块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子民 你也与我们同在 天父我们就求你的圣灵 这个时候你就降临在我们中间 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心 可以打开我们的耳 让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传讲的真理 天父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 就求你祝福我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12月份了 那12月份在我们新西兰 它是一个很神奇的日子 因为现在是临近夏天 那么又马上就进入到 这个假日期间了 那很多人呢 你可以看到你身边的人 逐渐逐渐地就消失了 因为有些人呢 他们会出国呀 去旅游啊 有些人呢 可能租到另外的地方去住假 那你可以看到呢 各个商家呀 各个公司啊 也都开始进入了繁忙的准备 假日的时间啊 那么 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 在每一年临近圣诞的时候呢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啊 对我们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时刻 不单单是说呢 我们开始准备去迎接 纪念我们旧主的降生 那么更是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间啊 让我们去传扬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的时候 因为呢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我们有更多的可能呢 去向其他的人呢 去介绍我们的信仰 但是弟兄姊妹们 今天呢 我想挑战大家一个问题啊 当你向别人去描述你信仰的时候 你会怎么说呢 如果别人问你 你是基督徒吗 你说是的 那么别人问你 那么你信的这位神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 你怎样向别人描述你的信仰 你怎样向别人描述你的这位神呢 你会说些什么呢 很可能的啊 你会想啊 我会跟他讲一讲 在圣经中所说到的这些神学的道理 参加过我们福音课和这个洗礼班的人呢 可能会讲啊 在课堂上我们学了很多关于神的知识 那么我会跟他介绍一些呢 关于这个神的知识 那么除此以外 你还会跟他介绍些什么呢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内容吗 有 感谢主啊 希望呢 我们还有一些另外的东西呢 可以告诉他们 那么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跟我回来讲 非常的重要 也是呢 非常的基础 这个诗格提到呢 什么样的信仰 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 什么样的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信心呢 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 一个真实的信仰呢 不但是从理论上 从道理上呢 对神的了解 正是一种在生活中 我们跟这位神 我们可以面对面对相遇 我们可以呢 直接的呢 跟他发生某些联系 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 可以紧紧相连 互相呢 发生了某些碰爆 然后呢 我们愿意去吹嘴他 我们愿意去相信他 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呢 我们才知道啊 原来 我所相信的这位神 他是一个真实的神 我所相信这位神呢 不是我头脑中 的一些道理的总结 我所相信这位神呢 他也不是一些 我自己自己内心深处啊 的一些投射 他是在我的生活里面 他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他是呢 与我同在的神 那么我们刚才读过的诗篇 二十三篇啊 它是一个被很多人 非常喜爱的一个诗篇 那么他的作者呢 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大卫 大卫王 那么 有很多学者研究这篇诗的时候呢 他们说呢 这个是大卫啊 他在他年老的时候 当他回想起自己一生的往事啊 他向别人或者说给他的后人们呢 留下了自己 什么是我所相信的神 给这个问题的呢 一个回答 是他的呢 一个这样的描述 那么在他的这篇整个的描述里面啊 我们发现呢 大卫呢 他并没有像我们通常要回答问题那样的 说你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 他给出一些非常教教的神学的回答 那么大卫呢 他用一种图画的方式啊 我们想想刚才我读过的诗篇二十三篇 如果你闭上眼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那好像是一幅图画一样 大卫呢 给我描述了 他在一个溪水旁 在一个好像是阳光明媚的午后啊 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 他躺在那个草地上面 然后闷浴在这个微风和阳光之中啊 他回想起来 他说我的神是与我同在的 他就整天像这样的保护我 他就这样的安慰我 而且呢 他领我走过很多艰难困难 不但如此 他在我敌人的面前 被我摆设了成功胜利的宴席 他呢 给我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 那么当我们像大卫一样去思考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如果说诗篇二十三篇 是大卫给他的听诺 一个问题的回答 说谁是你的神 什么样的神才是你所相信的 那么他给大家呢 这样的一幅图画 这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去仔细的去看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啊 我们发现呢 实际上呢 这首诗整个的中心呢 就是你与我同在 这句话 那么我们今天呢 读诗篇二十三篇呢 我们看到这些图画 我们看到这些感受啊 实际上呢 如果一个以色列人 或者呢 一个古代希腊的人呢 当他去看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 和我们的感受呢 是不一样的 因为诗篇二十三篇呢 他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 古代希腊的这种文学描述手法 那么这个文学描述手法呢 就是他用了一个对比排列的方式啊 那么这个对比排列的方式呢 实际上呢 就是在他最中心的呢 这句话呢 是一切的核心 是他最想表达的东西 那这种方式呢 可能在我们今天呢 已经没有人用了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呢 我们不太会 轻易的不太会理解这一点啊 但是这个有点举个类比啊 比如说我们呢 唱歌 我们今天呢 唱一首歌 我们唱一首歌 如果我们唱到副歌 我们发现呢 副歌在不断的重复 我们发现呢 在这首整首歌曲中呢 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 它在每一段中都出现了 那我们可能说呢 哎呦 他的这个重复 或者他的这个着重的说明啊 就是作者要说明的中心 那么实际上呢 十篇二三篇呢 他就是用了这样一种描述的手法 文学手法 那么实际上呢 它是对称的 第一句话呢 跟最后一句啊 是对称的 然后第二句话 和倒数第二句话呢 它是对称的 一直到呢 到了最中心最中心这句话 那这个呢 就是要他说的核心 也就是说呢 你与我同在 那么我们 从这里边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大魏呢 可能说给我们描述了 他的一生 他说 谁是我的神 我的神 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为什么要信他 他说呢 我的神是一个充满了恩典的神 他爱我 就好像阳光 就好像空气 好像一切美好的东西 环绕着我 所以呢 他说 我用一种方式表达出来 他领我安息在西里面 他领我在 躺在草地上 他用这种方式表达 那么他说呢 我的神呢 是关心我的神 是保护我的神 因为他跟我一同走过 死因的忧 他讲到我的神呢 是充满能力的神 他是呢 战无不胜的神 因为他在我敌人面前 为我摆设了宴席 那么可以说呢 他用很多场景的描述呢 来说明了 他的对神的认识 但是总结起来呢 可以说呢 他说 谁是我所信的这位神呢 为什么我要信他呢 因为这位神 他与我同在 在大魏所揭示的真理中呢 神的爱 神的恩慈 神的能力 这些事情呢 都反映在 神是与他同在的神 正是因为 他经历了神与他同在 与他一同经历了快乐的事情 也经历了一些不痛快的事情 那么也帮他 共同地经历了很多呢 生活中的挑战 帮他战胜了敌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完全的自己亲身的经验中呢 大魏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说 我的神 是值得相信 我的神呢 是真实的 我的神 是与我同在的 所以呢 大魏的信心 或者信靠我 从来都没有改变 我们如果把十天战士放下的话 我们来想一想 大魏王的一生 我们想起大魏王 想起索罗门王 我们可以说呢 他是一个英雄 他是一个国家的建造者 他是带着一个民族复兴的人 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是个伟大的军事家 在他的一生里边 充满了这个高亮时刻呀 那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圣经呢 我们发现他的人生 不仅仅是充满了这些伟大的东西 在他的人生里边呢 也充满了许许多多 让人感到沮丧 或者说是呢 非常悲痛的这个危机时刻 那么他跟他太太之间的矛盾 他跟他岳父之间的矛盾 他跟他孩子之间的矛盾 那么他跟整个以色列 当时这个王国中 各种不同势力的矛盾 我们可以说呢 大魏这个人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他刚开始 正式地走入人生舞台呀 一直到他年老体弱 到一直到去世呢 实际上他的人生充满了 各样的挑战 各样的努力呢 那么大魏自己这个人呢 我们今天看历史我们知道呢 他严格上讲 也不用说严格上 正常的评论呢 大魏并不是一个好人 他的一辈子呢 在他的生命之中啊 他做了很多坏事 他呢 干了很多损害别人利益的事 这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得手段的事情 他呢 从报格上 他不算是一个好人 但是呢 我们看非常令人感到不理解的事情呢 那就是说呢 神非常的喜爱大魏 神认为呢 大魏呢 是他所拣选 他所喜爱的一个人 所以神呢 就不断地鼓励他 不断地祝福他 那么从大魏这边找到来讲呢 我们发现他的生活中充满了起起伏伏 充满了各样的挑战 但是有一点呢 他没有变过 那就是说呢 他对这位神 他的信心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这位神的真实性 他从来没有怀疑呢 神是真正愿意与他同在 愿意帮助他 他对神的信心 信靠从来没有改变过 也正是因为 他对神的信心和信靠 从来没有改变过 所以神呢 就祝福他 那么如果我们来问他 说大魏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 他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 神没有帮助他 在他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神并没有真正地说 立竿见也帮他解决问题 为什么他还有这样的信心呢 那么我们从诗篇二三天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大魏总结他的一生 他告诉我们说呢 我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 我的神是与我同在的 我的神是与人同在的 我的神呢 他永远地与我同在 所以当他说起这位神其他的属性 说这位神是爱 这位神是能力 这位神呢 是恩典 当他向别人说起这些 我们所说的神学上的特性的时候呢 并不是一些空泛的教徒 他是有一些亲身经历的 为什么说神是爱呢 因为我曾经经历了神的爱 他是如何的爱我 为什么说这位神是大有能力的呢 因为我经历了神的能力 所以当他用一些诗歌一样的语言啊 说他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 他不是呢 像一个诗人一样 平空的他就想象出一些东西来 他就把它写下来 而是说呢 这是他最深刻的经历 所以他把这些呢 总结起来 他回答 他就听众啊 为什么我愿意信这位神 因为他是与我同在 因为他与我同在 所以我知道他是真实的 所以呢 我要相信他 我要跟随他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诗篇二三篇 大卫呢 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 我们的信仰 是不是真实 你的信仰是不是能够站立的稳 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要去经历这位神 没有对这位神亲身的经历呢 那么我们的信仰呢 实际呢 是虚幻的 是不完全的 神与我们同在 你与我们同在 那么这句话呢 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 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神与人同在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你会想到呢 哪个词啊 以马内利 在我们进入到 十二月份啊 在我们开始去 迎接 纪念我们的 旧主降生的日子呢 我们会不断地提到 以马内利这个词 为什么呢 以马内利呀 在马太福音中 讲到 以马内利呢 就是耶稣的名字 耶稣呢 他就是以马内利 他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他就是神与人同在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 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我们基督徒 信心的基础 我们的信仰就来自于呢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今天呢 很多基督徒呢 我们不敢相信这一点 我们常常有这种疑问啊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神与我们同在吗 神与我同在吗 我们的问题是说呢 我们没有去经历神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神 所以我们的信仰呢 是没有深度 我们停留在一个非常肤浅的 我们头脑知识的层次 我们向别人宣讲 比如说 你的神是谁 你为什么要信他 我们向别人讲说 我的神是大有能力的 为什么大有能力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 他是大有能力的 比如说 我不相信圣经怎么办呢 那我们会怎么跟他说呢 如果这个神不是大有能力的 我们福音课讲了 那他就不是值得我们相信的 这个足以真神 最伟大的神 我们就不要信他 我们因为信他了 所以他一定是大有能力 是最厉害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哲学的思念啊 那么除了这些道理之外 我们能不能像大魏一样 我们告诉他 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 因为他让我经历了他 在我的身上 我怎样的曾经经历过 这位神的大能力 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大魏一样说 我可以给你做见证 我的神 在我敌人面前 为我摆设了宴席 你说 我曾经亲身的经历过他 他真的是大有能力 我们像别人讲说 我们的神是爱 我们跟他讲 信耶稣啊 耶稣爱你 他如果问你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说 耶稣爱我呀 你说 耶稣为你死了 他说 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么大个事 为我死了 我都不知道啊 弟兄姐妹们 你是不是亲身的经历过呢 你说 神是爱 我经历过神是爱 我可以告诉你 真实的见证 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去想 当我们说 神是爱 神是恩慈 神是得胜的君王 神与我们同在 并不是说呢 将来在天国里边 我们将来的这个世界 上的生命结束了 我们到了天堂里边 然后 神爱我们 神与我们同在 神的能力帮助我们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呢 就在今天这个时刻 就在我们现在生活的 这个世界里边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神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他就在我们身边 你相信这一点吗 你说神住在哪里 有地址吗 神就住在你的家中 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海派 耶稣是我家主子 神住在哪里 他的地址就在你家的地址上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知道呢 你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你每天的生活 你日常的生活 神都没办理 这就是以马内利的含义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只有这样的去经历他 我们才能说呢 我们认识他 当我们只有这样经历他的时候呢 我们的信心才有根有极 说为什么你愿意信耶稣呢 因为他是真实的 他与我存在 我可以让你看到 使徒保罗呢 他在到雅典 去向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 耶稣的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 他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神是谁 对雅典人来讲 很多的神 他们拜很多的神 那么 人们很快就问到这个问题了 谁是你说的这位神 你为什么信他呢 他说 我所信的这位神 他从一本造出万足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 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做诗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使徒保罗的回答呢 他是说呀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这个都在乎他呢 是我们中文的翻译 实际上呢 如果按照希腊文的说法 按照你去看一看英文的版本呢 实际呢 就是在他里面 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神里面 如果再像大说呢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 我们每天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秒钟的存在 我们都在他的里面 我们都是以马内利 这是使徒保罗呢 他要说明的道理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他在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要信这位神 因为他爱我们 他与我们同在 他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 我们所拜的其他的那样神啊 那些偶像啊 说他呢 高高在上的啊 给我们一些规条 给我们一些道理 然后让我们去体规 不是 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我们在今天呢 每个人的生活呢 都不一样 很多人呢 都会有感觉啊 说哎呦 这位神是个什么样的神啊 好像呢 并不是真实在我的生命里面 当我需要看顾的时候 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在哪里呢 当我有一些痛苦的时候 这位神他在哪里呢 他没有觉得呢 神在看顾 弟兄姐妹们 实际上呢 我们这样的想法呢 是不对的 你错了 我们这位神啊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神的爱 神的恩慈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问题是说呢 我们是不是 曾经去经历了他 如果我们没有对他的经历 那么呢 我们的感觉就是 他并没有与我们存在 信仰 什么是我们的信仰 信仰呢 不单单是头脑的一些知识 信仰呢 不单单是我们接纳了一些 哲学上的思念 一些法则 我们接纳了 信仰呢 是我们一种亲身的经历 如果没有自己亲身的经历呢 那这样的信仰 它是不真实 没有自己亲身的经历呢 这样的信仰 是不完全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很多这样的事情 很多事情呢 我们承认 承认它是对的 承认它是真实的 我们呢 也相信 我们明白这些 我们知道 我们了解 但是听你姐妹 实际上在我们的头脑里边呢 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 完全的接纳 我们并没有呢 去真实的相信这件事情 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呀 你才能够相信 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给你们举个例子 简单例子 你们这里边有多少人 认为自己是可以吃辣椒的 不怕辣 举下手 我看看有多少次穿鸡 还是有一些 你想我呢 我就觉得我是 不怕辣的 我是可以吃辣椒的 辣椒能辣到哪里去吗 对吧 你说它一个草里边 长出来的东西 最辣能辣到什么程度呢 一个成年人 那他就咬一口就得了呗 对吧 马上咽下去就完事了呗 我认为我什么辣椒都能吃 有人跟我讲 不对 哎 不要自以为是哈 有的辣椒很辣的 辣的你三天三夜都合不上眼睛 你相信吗 理论上我相信的 但是实际上我不相信的 怎么可能吧 喝点水散散嘴就完了吗 直到有人给了我一个辣椒 他告诉我 这个呢 是最辣的辣椒 他们听说我爱吃辣椒 就给了我一点种子 让你岳父再种一下 给了我一个辣椒 我就拿着 他这个只包着 这个要包好 不要碰 会很辣的 我想这么辣的拿去 我就拿回家里了 我就抑制不住啊 我要去舔一舔 会这么辣吗 脚边舔一下 稍微有点辣椒 味儿了 有一点辣 不觉得这事 这么辣吗 我就咬了一口 哎呀 辣呀 没有三天三夜 这个合不上嘴 那也是一个晚上都痛苦 然后我就相信了 所以以后呢 别人告诉我 这个东西特别辣 不能吃啊 我就不吃 告诉我 这个东西特别酸 不能吃啊 我就不吃 这个东西不能碰啊 我就坚决不碰 这叫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 人就是这样 不要说你 你说我的信心有多坚强 你没有亲身经历过呢 你相信我信 实际呢 我们是不信的 我们的信仰其实也是这样 没有亲身的经验呢 永远它是停留在大脑的层面 我们只是知道而已 神伟大吗 伟大 我们的神全能吗 全能吗 什么都能做 我们神全知吗 什么事情才都知道 神爱我的吗 神爱我的 神爱我吗 神爱我 那为什么 我昨天遇到过困难 神没有帮助我呢 全知 全能 爱我 时刻要帮助我 那为什么 当我遇见这个困难 在我一个人痛哭流涕的时候 它没有向我展现呢 丁姐妹们 当你的期望 和圣经告诉我的道理 它不相符合的时候 你的信心还在吗 是什么让你保持你的信心 是你心灵自我麻醉吗 不断地给自己打鸡血 我的神爱我 我的神爱我 还是说呢 理论上我必须接纳他 不接纳他呢 我还有信心吗 我还是在基督徒吗 还是说呢 你有亲身的经验 就像大卫一样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爱我 他关心我 他帮助我 别人跟他说 你看 你在死因的忧苦中 你的神还爱你吗 他说 我的神依然爱我 为什么 因为我经历过他 我经历过他 我相信 他会在我敌人的面前 为我感受宴席 这是他信心的来源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今天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去看圣经 我们说呢 哇 耶稣讲的道理 是好有道理 耶稣行神迹 相信吗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呢 耶稣可以在水面行走 我们相信呢 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 我们都相信呢 但是你真的相信吗 耶稣说 我可以让这座山 从这里挪到那里去 你真的相信吗 你如果是学地理的 你如果是学物理的 你相信吗 耶稣说 如果你有像 这种那样的信心 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相信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为什么 我们不能像大卫一样 蒙神的喜悦 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会感到啊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争扎 我们会去思索 神那里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因为我们缺乏 对神的经历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 我们缺乏去经历神 弟兄姐妹们 你知道吧 一直到你跟神 有了个别的私人的这种互动 你才知道呢 圣经所说的这些呢 它是完全真实 我们去听很多人的见证 我们去听很多人 过我们讲的道理 我们相信 他们没有骗我们 我们相信呢 他所说的是真实 但是弟兄姐妹 除非你跟这位神 有直接这种生命的交流 然后呢 你才能够去 真正的 像圣经中所描写的那样 他们真正的去接纳 说 神啊 你是如此的真实 神啊 你真的是充满大量的神 神啊 我愿意跟随你 神能不能被我们惊艳 我们能不能去 真正的经历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 那信仰呢 那真的就是 我们头脑的产物 是一些伟大的人 聪明的人 他显然没事 想不来的道理 他真的呢 就是我们一种 自我的心理犯罪 我们的神 可以经历 当我们经历的时候呢 我们的信仰 就变成坚实的 不可动摇的 我们找到了真理 这是我们基督徒呢 要去努力的东西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想一想 你的信心真实吗 你的信仰真实吗 经历了神 和神有这种 面对面的交流 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源 我们要做一个呢 一个真实的 经历过神的基督徒 就像圣经中约伯记 里面约伯所说的那样 从知识到经历 以前风伦有你 今天我亲眼看见你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怎样去经历神呢 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 首先要关注我们的心态 那今天呢 给大家两点建议啊 我们应该用个 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去经历神 第一个呢 我们要主动 我们要主动的去 接受神的牧养 我们不要做信仰的看客 你看大卫的诗篇中写 他说英文华是我的牧者 我们要学习大卫养 他说呢 神是牧养人 我是他手里的养 那么他是牧养我的呢 那么我愿意啊 把他当作牧养人 大卫的思想非常的单纯啊 我知道他牧养我 所以我愿意接受这一点 我愿意把他当作牧养人来看 把自己当作牧养 他愿意呢 主动的去接受牧养 这个呢 是一种态度上的主动 在信仰里边呢 我们非常容易啊 流于形式 我们做一个看客 什么叫做流于形式 或者做一个看客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敬拜战美 在教会中的人都会唱歌 对吧 小祖也唱歌 主人也唱歌啊 平时没事的时候 你也自己唱歌啊 每个人都会唱的 对吧 但是 我发现事实不是这样 我到过很多教会 到了很多小祖 我发现呢 很多的时候呢 在敬拜战美的时候啊 都是 站在台上的人在唱 站在台下的人呢 我们在欣赏 祷告 基督徒是不是都应该祷告啊 都会祷告啊 但是很多人呢 喜欢听别人祷告 自己呢 不愿意开口 听道 听道呢 我就敢处比较多了 因为我是讲的人啊 那 你知道在海外啊 在海外教会中呢 教师的比例占很大一步 很多人呢 是老师主人 小学老师啊 中学老师啊 大学老师啊 我经常接到很多人 给我善意的提醒啊 他们结束之后啊 都会跟我讲 吴牧师啊 我说怎么啊 他说你 你 你是不是没受过师范训练呢 而我说我真没受过啊 我说有什么建议啊 他说你看啊 我来一听你讲 就马上知道呢 你是没打过老师的 哎 这老师怎么发声 表情怎么做 手的动作怎么做 哎 什么时候声音高 什么时候声音低 什么时候应该来个高潮 他说这个要备课的 这个要事先世界好的 我一听 哎呦 这个太困难了啊 我后来问他 我说你来参加主日 你就是来给我当老师 招我毛病的吗 你不是应该听我讲些什么内容吗 我问他 我说那我讲啥你还记得吗 他说不记得了 我光不记你这个 什么地方应该改进 什么地方应该 应该不应该做了 那这叫什么呢 这叫看客 我是坏心 但是呢 他没听到我说什么 这个呢 就是 我们呢 没有主动的去参与 很多人会说啊 哎呦 你看 你们唱歌唱得这么感动 我也很想感动啊 那为什么我就 我就没有 没有感动呢 别人一祷告 祷告的热烈盈眶 那为什么我就 从来自己没有这种感动 我怎么能够有这种感动呢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不亲自的参与 你很难有这样的感动 那我这一代人 我们在中国大陆呢 我们会看那个 每年春节看春晚 看春晚 看了这么 几十年啊 我自己回头想一想 那都是伟大的艺术家在上面表演 对吧 我从来没有一次 哪一个伟大的歌唱家 在那唱一首歌 我听了之后 感动得我热烈盈眶 我呜呜呜回家又哭一顿 从来没有啊 他唱得不好吗 不是啊 丁姐妹你相信吗 再伟大的基督徒 再伟大的这个 这个 基督徒音乐家 站在台前在这儿唱 如果你就做一个看客 你在里面听 嗯 准不准啊 嗯 这个 哎呀 唱得挺不错嘛 你永远都会改 我们说 哦 这个人祷告起来泪流满面 怎么会这样呢 我是不是不属灵啊 丁姐妹 你们听过耶稣的祷告对吧 听过吗 主祷文啊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大家都听过的 对吧 你听了主祷文 你热泪盈眶啊 那是耶稣的祷告啊 那么 如果耶稣的祷告 都不能打动你 都不能让你感动 你期望 谁的祷告能打动你 丁姐妹们 如果你期望啊 有那样的感动啊 那么 唯一的大法 是你主动的 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我们都说啊 想知道一次的滋味 你必须亲口地尝一尝 我们 在神的殿中 去敬拜这位神 我们敬拜这位神呢 我们愿意去 投入啊 我们主动地去 敬拜赞美 我们开口唱 我们开口祷告 我们亲自地去 跟他交流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感受到 神的真实 神的存在 神的恩典 这样的时候呢 你才有可能啊 找到那种感动 所以在教会里面呢 如果你期望 自己可以 真的是 接触神 被神接触 你去经历神 那么 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你主动地去参与到 你去思考 所以 弟兄姐妹们呢 敬拜自己的顺服 你看大卫的诗篇中啊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 你的杖 你的肝 都扶持我 那么 实际呢 诗篇二三篇 只有六节啊 不长 那么 如果这是他一生的回忆和写照 那么他等于说 用了六分之一的篇幅 他在说呀 神的杖 神的杆在扶持我 我们通常会想啊 神的杖 神的杆 如果用一个牧羊人和羊的关系来讲 这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特殊的东西吗 一个通常的放羊的过程中的一个场景啊 但是你要仔细地想一想 这个杖是什么意思呢 杖呢 实际是牧羊人打的一种武器 他一个小木棒呢 在前面呢 往往镶了金属头 这个当野兽跑过来的时候呢 他可以用这个东西呢 去打他 保护这个羊呢 不但是保护这个羊 他也去打这个羊 如果羊比较调皮 故意 先行几路啊 他会用这个东西去打他的 打他呢 教育一下啊 那么这个 这个 杆是什么意思呢 杆呢 就是有点像那个问号那个 我们图片上有 这个牧羊人呢 都会举住这个东西 有很多这个 你在这个圣诞年期间 看描写摩西啊 描写耶稣的这个故事呢 一般呢 他们都会拿一个道具啊 手里都会煮的这样一个 像问号上 这么一个很长很长的干 那显示这个东西呢 实际是这个钩子 它这个钩子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羊 如果乱跑 跑它不停话 打它也不停 越打越跑 怎么办呢 他拿这个钩子啊 给它勾住 给它拽回来 拉回来 拉回到正确的道具 那么大魏说呢 你的杖 你的肝 都辞出了 他的意思是说呀 神对他的击打 神对他的校正 伴随了一生 那么我们看呢 大魏所表现出来的呢 他是一个顺服于神的态度 你来教育 你来教证我 你来磨练我 我愿意接纳这一些 那么我以前呢 我上一次呢 跟大家去讲过这个问题 说我们怎么去与神同在啊 怎么去经历神啊 说如果神让你往这个方向走 你非要往这个方向走 南辕北辙呀 你怎么去经历他呀 你怎么与他同在呀 你只有真正的说 你不想走在一个方向上 你才能够经历他啊 你去跟神照进 你还能强迫他跟你走啊 所以说呢 怎么能够让这两种不同方向呢 他能够并在一个方向上呢 只有我们人去顺服于神的旨意 所以呢 我们要操练自己对神的顺服 神的账 神的肝 是神的指引和管教 我们呢 要操练自己的顺服 人不顺服的原因呢 是因为骄傲 骄傲随处可见了 我们基督徒 你想一想 基督徒之间的纷争 教会之间各种的纷争 哪有一向不是来自于人的骄傲 所以我们骄傲的人 我们要抵触自己的骄傲呢 我们就可以顺服 德国有位神学家 叫潘洞华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套 他说神今天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 是相信耶稣 根据耶稣 但是呢 他在后面讲 他说 唯有相信的人是顺服 并且也唯有顺服的人 才能相信 唯有信仰包含顺服时 才是真正的信仰 这绝对不能唯有顺从 并且唯有在顺从的行动中 信仰才成为信仰 潘洞华说得非常的清楚 他说 除非一个人顺从 否则他就不能相信 唯有相信的人 才能是顺从 唯有顺从的人 才能相信 他把这两个命题 完全的结合在一起 一个真正的去 顺从上帝的旨意和命令的人 他才是真正相信的 只有这样的人呢 他的信仰才不至于堕落于肤浅 那么我们看啊 在圣经里边呢 耶稣基督的 对他门徒的 这种呼召和讲道 那如果你去看一看呢 你会发现呢 耶稣基督对门徒们 所说的第一句话 是来跟从我 他向门徒们讲的最后一句话呢 还是同样来跟随我 那么 在马克福音和约翰福音 你仔细地查一查 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的啊 他真的是耶稣说话呢 在最后和最先和最后 向人说的话呢 就是这两句 就是这两句中 同样的一句话来跟从我 那么我们看呢 门徒们 门徒们对神的话语的响应 对耶稣基督的响应呢 它是一个顺从的实际的行动 他不是呢 说我道理才认同 耶稣说的对不对 对 我以为要不要跟从 要 要不要顺服他 要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不是 门徒们呢是 当耶稣的要求提出来 他们呢 就跟从 我们能够去 经历神 我们能够去顺服神呢 这个放下自我的骄傲呢 是非常重要的 放下自我呀 不是说呢 我要 就说 哦 我同意你的意见 然后呢 还记下着我的意见去做 不是 放下自我呢 是 我不去考虑我要怎样 而是神要我怎样 每一件事情都去思考呢 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祂希望我们做什么 那么 对于我们今天自己来讲啊 我们怎样去操练顺服呢 我们要练习呢 彼此顺服 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 有不同的观点也很正常 很多时候呢 意见和观点不同 不代表谁是正确谁是错误 但是呢 我们必须明白一点 我们不能坚持说 必须按照我的意见 行 大家想一想 我们通常什么时候会不高兴呢 比如说 如果你有这个 青春期的孩子 你作为父母 你一个通常的情景呢 就是说 你教育孩子 你说 你要怎么做 他不听 然后呢 你生气了 你想一想 在教会的生活里边 你会不会产生同样的气氛呢 你的弟兄姐妹 你的同工 你跟他说要这样做 他不听 于是你气愤 有这种情况吗 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为什么你觉得说你说的对呢 那你是他爸爸吗 他为什么要听你的呢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呢 我们的这个想法 这个情绪呢 是不对的 我们在这里边要去操练 彼此顺利 我们放下自己的想法 我们去听一听对方的想法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神的旨意在这里边 到底是什么样子 在教会里边呢 我们应该去操练了 顺服 自己当顺服的权力 这是我们信仰的起点 为什么呢 我们说神的旨意 有些是清楚的 神的旨意呢 有些他没有那么清楚 你说比如说 我们是 今天 我们如果是聚餐 我们主食是吃 吃米饭呢 还是吃馒头啊 那是跟你没说呀 对吧 所以呢 要怎么做呢 顺服当顺服的权柄 如果你是组员 你就顺服你的组长 如果你是组长 你就顺服你的牧师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清晰 那么我们自己呢 当我们这样去学习顺服的时候 我们彼此顺服的时候呢 就像我说的那个啊 那么你走的这个道路 也可能会齐取 也可能会取得 但是呢 我们会经历 神与我们的平台 当我们开始学习顺服人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去学习顺服那位神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去思考啊 我们怎样操练自己的顺服 我们怎样去操练自己这样 愿意跟随神的一颗心 所以呢 我们现在啊 到了圣诞节期间 临近圣诞节呢 你的信心在哪里 当你向别人展示啊 你说我是个基督徒 朋友有聚会 公司有聚会 家庭有聚会 这是你最好的 向别人展示你信仰的事 那么你先要想一想 你要告诉他 你的神是谁 你怎么告诉他 你经历过这位神吗 我们能不能像大卫一样 我们告诉他们 我的神 让我躺落在青草地上 我的人 我的神领我在溪水旁 你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讲 虽然我经历过死因的忧 或者我正在经验死因的忧 但是我知道呢 我的神 他必然在我敌人面前 为我摆设厌行 你有这样的信心 让他讲吗 当夜深人静 再没有任何诱惑 你自己一个人扪心自问 问到你为什么坚持 为什么相信的时候 你能像大卫一样 你说 我一生一世 要住在英文华的殿中 直到永永远远 你会这样坚定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要成为一个经历神的人 我们这一段时间呢 是进入到圣诞期间啊 纪念我们救主的降生 我们要开始去呼求 主动的去呼求 我们说神啊 让我们来经历你 让我有一天可以像大卫一样 我可以做出这样的宣告 我可以坚定我的信心 我愿意住在天华的殿中 直到永永远远 愿神能够祝福我们 我们一块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就求你的圣灵 能够帮助我们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你就坚固 当我们迷惘的时候 你就让我们看见你的光明 天父我们求你 让我们经历你 让我们可以去 像你呼求 我们把我们自己放下 放在你的手中 我们就求你 让我们成为一个经历你的人 让我们经历 我们这种的经历 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 让这样的经历 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信心 我们自己的能力 天父求你能带领我 求你垂停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好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